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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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除了我們剛剛提的那些比較常見的一些貸款項目以後呢 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周轉金的貸款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上面這兩個常見的部分 什麼叫季節性的資金需求 介性的資金需求就是說當你這個行業有沒有 你可能在某一個時段可能有資金需求而已 那可能過了這時段你可能就沒有資金需求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我們在 我們在前幾年的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我們去南部的時候 那有一個企業主他是做檳榔收購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檳榔在收購的時候是在每年的9月的時候 那收購了以後 他收購的時候要跟農民是用現金去收購 收購了以後他過兩三個月以後錢就會陸陸續續進來 所以他的是季節性的需求 就某一個時間點 那季節性的需求 為什麼這一塊要跟櫻榔特別去跟櫻榔去講 因為櫻榔很擔心說當你的季節性需求有沒有 三個月錢進來就會進來 如果我給你的是一年起的話 是不是你有可能錢會挪到其他的資金用途 櫻榔會選就會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需求是季節性的需求 你就可以跟銀行講說 那你是不是可以給我的時間不要那麼長 可能給我四個月或半年的時間 那我錢進來就可以還銀行 對銀行來講是不是他又可以賺到錢 他的風險是不是可以降低 所以季節性的需求 你可能要主動的去跟銀行提起 要不然銀行承受意願不高 因為他看你錢有沒有挪到別的地方去 就像我們今年有沒有 我們在看一些譬如說一些那個 產券行的時候 他的資金需求 他資金需求有沒有 他除了一般 比如說他的一些裝修 跟那個輸印周軟件的需求 他有一塊的需求是什麼 過年那段期間 是不是會買那個瓜瓜的部分 那瓜瓜的部分的話 你即便說我們創業貸款 100萬給他 搞不好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越多是不是他賺越多的錢 可是就我們在做融資評估的時候 可是你這個錢是過完年以後 錢是不是陸陸續回來 而且你是收現金的 所以你的需求是不是很短暫而已 所以當然銀行給你的 就不會說 你要多少就給你多少 因為他會去做一個風險評估 所以那個是屬於計程性需求 除非你跟銀行講說 好 我這個錢過完年以後 我整個100萬或多少還你銀行 所以銀行是不是他的程度的意願就比較高 他會覺得風險就比較低一點 好 是不是有另外一塊叫做訂單的資金需求 譬如說很多創業者也好 或是說你公司越做越大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接一些訂單 會接一些合約 那你就可以憑你的訂單跟合約跟銀行貸款 通常現在合約或訂單的話 跟銀行貸款有沒有 那個層數有沒有 最高大概是三至四成而已 為什麼會那麼低 因為你合約代款是一樣 你還是接到訂單 你還沒開始做 對銀行來講是風險很高 你有可能是未來不見得會履約 所以銀行基於風險考量 通常就只借給你三成到四成 那個做什麼使用 購料周轉使用 或者是付一些工人的薪資使用 那以下這兩個資金需求 基本上是屬於比較中型的公司 當然這兩塊銀行承受意願 會比較少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公司的體質不夠好的時候 銀行會覺得這兩個風險比較高 那假設你的體質不錯的時候 你有這樣短暫的需求的時候 銀行事實上他也可以去做個評估 我們在講中長期銀行周轉性的部分 左邊是一個我們廠門貸款 右邊是一個機器設備的部分 那廠門貸款跟大家報告一下 如果你是用公司借貸的話 最長是15年 那寬限期五年 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寬限期五年 乘數八成 這個都是最高的 可是不見得說我們企業就可以提出 銀行就會核准這樣的年限 為什麼 當你寬限期要五年的時候 基本上銀行他會比較飽足 為什麼 因為你前面都只繳利息 你本金一直都沒還 那銀行會降低風險的部分 其實寬限期不會給你那麼長 那購置廠門這一塊 如果需要寬限期稍微長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可以先恰當一些公銀行庫 那如果是機器設備貸款的部分 跟大家講 你今天買的機器設備 你一定要 機器貸款一定要有一個所謂的製備款 你絕對不可能說 你今天買的設備以後 因為我全部都要銀行跟銀行借款 所以我這裡有提到 機器貸款原子堂銀行都已經七成波帶 所以你要自備三成 還有呢 機器貸款最長是七年 寬限期的話最長是三年 可是寬限期 大部分銀行不見得會退到三年 那主要是你今天要寬限期 你要跟銀行去訴明說 你為什麼要寬限期 比如說你可以跟銀行講說 你的機器設備進來以後 是不是要安裝 安裝是不是要測試 測試以後是不是要市場 市場以後如果能量產的時候 量產以後出貨 出貨是不是還要等到錢回收 整個時間是不是很長 如果假設你如果沒有跟銀行講的話 銀行不會給你寬限期的 那假設 如果你這個機器設備 是沒辦法馬上就可以 馬上可以生產的時候呢 如果你又沒有寬限期 沒有什麼風險 你會發現銀行給你五百萬的 金額結果他給你的比如說是七年 你就會發現有沒有 你第一年還沒有生產 你這五百萬裡面就有一些錢 要準備拿來還銀行本金利息 是不是到時候你會有資金缺口 還有我們機器貸款 如果要跟銀行申請的時候呢 你只要先付你的 跟廠商的合約書跟行路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開發票 為什麼 因為當你開了發票 又表示你的整個交易都已經完成了 那你還有什麼資金需求 所以基本上 你發票一定要銀行核存 動波完成以後 才請你的廠商開發票 那原始人只要拿合約書 跟機器的行路 跟銀行申請就可以了